Vivo X系列前阵子我们刚刚拆过它的大背 那今天X60的超大背 X60 Pro家来了 和上一代一样 X60 Pro家同样使用了曲面挖孔屏 并将屏幕的挖孔移到了中间 并支持120Hz的高刷新率 背面依然使用了细腻疏色的树皮作为后盖的材质 而且采用了卡扣和胶混合的固定方式 后盖非常的薄 为了增强缓冲的效果 四周采用的都是泡棉胶 上中下也都贴有不同大小的缓冲泡棉 泡棉上还贴有不同大小的散热膜 底部也有两块单独的散热贴 在散热上还是有下功夫的 镜头保护盖的区域有一定的深度 对于相机开孔的外圈也都贴有缓冲泡棉 外部印有菜色的小蓝标和提心镀膜标识 熟悉相机的朋友都知道 在拍摄的过程中 炫光是一个十分头疼的事情 对于单反相机 一般可以使用偏正镜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手机呢 要知道现在大多数人都是直接用手机拍照的 就算手机的底再大 像素再高 如果不能解决炫光这个问题 那相对手机的整个影像体验就会打折扣 而加入了菜式提心镀膜镜头的X60 Pro家 能够大幅度的提升光的通过率 降低反射率 有效的改善了在拍照过程中出现的炫光和鬼影 我拿自己正在使用的iPhone与其进行拍照对比 不用我说 相信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明显的对比 而从广角到长焦 成像的画质也都比较出色 拆掉后盖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顶部左边相机模组的占比非常的大 特别是中间这一颗5000万像素的超大底主色 相机模组的整体为L型的排列 拆掉盖板后露出了被遮挡的部分 微云台和前望式长焦的整体得以展现 相机模组又呈现为C字型 作为Vivo的旗舰机型 X60 Pro家捕捉了上野的X50 Pro家 没有微云台的遗憾 实际拍摄的反抖效果也确实是非常优秀 左右关闭和开启反抖的对比也非常鲜明 也是为了给微云台5000万像素的超大底主色 和前望式长焦留足空间 直到现在Vivo X系列都没有加入立体双扬声器 只能说取舍单道机无完机 虽然采用了双层堆叠的主板 但毕竟是旗舰 主板上塞入了各种各样的元器件以后 留给听筒的位置还是非常的小 而且也不能看出 为了塞入这几个大家伙 上半部分整个空间十分紧凑 几乎没有任何空余的部分 顶部盖板的右侧是NFC线圈 向下是一张散热膜 并没有无线充电 对应相机模组的外圈 特意做了凸起和加厚处理 左下角是闪光灯 跟后置传感器为同一条排线 背面的中间为金属 对应震动 听筒 前摄 人像的位置 还有四周都贴于缓冲泡棉 机身的内部依然是常见的三段式结构 电池的上方只有一条电池充电排线 主副板和显示连接排线 则是压在电池的下面 显示转接排线上还贴有一块散热膜 断开四条同轴信号线 拧下一颗螺丝后取下挡绑 取下浅望 人像 主摄 微云台和前摄 断开主副板连接排线 再拧下一颗固定主板的子母螺丝后 即可取出主板 三处镂空的区域加起来 差不多跟主板区域层55开 正面屏蔽罩上贴有两处散热铜箔 背面也贴有大量的散热铜箔 CPU上方还涂有大量的导热硅脂 通过与中框的散热管相连来进行导热 电池 显示 前望镜头 和主副板连接座都附有红色的密封胶圈 其他的内联座外圈也都贴于缓冲泡棉 主板所有座子的维修参数放图片供大家参考 主板用电源表夹电是可以开机的 电流起跳200左右 但由于没有电池数据 开机logo出现几秒钟后就会熄灭 然后重启 进不了系统 由于相机模组 占据的空间确实太大 留给听筒和振动马达的空间真的不多 但是为了有更好的相机体验 追求极致取舍也是难免的 不过对于我个人而言 如果能去掉一个镜头 腾出一些空间来做立体双扬声器 再加入更大的线性马达 来增强游戏和影音的体验 那还是挺香的 中框四周有多处天线触点 顶部传感器和听筒位置都贴于缓冲泡棉 送花器开孔处填充有密封胶圈 前摄有单独的固定框架 内部还有缓冲泡棉 继续拧下底部的七颗螺丝 其中有一颗不同规格 取下一块小板 断开电池充电排线 由于黑色的铜轴信号线固定在盖板的上方 先要将其分离才能取下盖板 这条铜轴信号线最终连接到盖板底部的一块天线小板上 音箱的大小中规中矩 外圈铁有缓冲泡棉 对应中框开孔处浮有红色的密封胶圈 断开屏下指纹 主副板和显示连接排线 一根白色的铜轴信号线 再拧下一颗子母螺丝 显示和指纹转接排线与副板之间是通过胶连接的 不过也可以先拆电池 然后再将其一并取下 电池的容量为4200mAh 交于上一代的X50 Pro家少了150mAh 为了更安全 电池的底部与金属中框间还贴有一层橡胶垫做隔断 副板上集成了SIM卡槽 Type-C接口 松化器和充电保护电路 Type-C接口和电池充电接口都附有红色的密封胶圈 其他的连接座也都贴于缓冲泡棉 中框对应松化器的位置也有填充密封胶圈 密封性强是Vivo一直以来的优点 屏下指纹还是普通的短胶像头 前面说过如果能将振动马达和听筒做得更大一些 能够带来更好的游戏和影音的体验 如果将短胶镜头换成超薄屏下指纹 这里的空间岂不是可以装下一颗较大的线性马达 而且顶部没有振动马达的存在 将听筒做大应该也不是问题 中框间是一根散热桶管 在单板不接触散热桶管的情况下进行跑分测试 当温度达到70度左右的时候就开始下降了 当我们翻过来看屏幕才发现 机器已经提示温度过高了 需要降温厚才能使用 那么这项极限测试已失败而告终 不过我估计极限温度应该会破80 因为之前在测试小米11的时候 极限温度是达到了83度 而当我们连接散热桶管以后再次跑分 最高的温度也达到了46度左右 毕竟888的功耗是名不虚传的 不过在拆机之前 我们在室温20度左右的情况下 进行了跑分和一小时的原神游戏测试 背面的最高温度为36度 这也说明了机器整体的散热措施 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作为Weaver的超大杯X60 Pro家 在影像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 而这次微运台的加入 也给整个影像体验 特别是视频拍摄带来了很大的提升 防抖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 几乎已经是替代了手机稳定器了 其实有一点必须要承认 就是很多人在使用手机拍照的时候 并不会刻意的去调节各种专业的参数 他们更喜欢直接打开相机 然后按下快门来记录生活的点滴 而一台好的拍照手机 并不需要靠各种专业的模式取胜 而是在按下快门的一瞬间 就能够将最好的画面传递给用户 我想这就是一台影像旗舰的最高价值 好了 本期的这些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是江振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